在王室的华丽帷幕下,一幕幕比电视剧还要曲折离奇的剧情正悄然上演。 当期寻高龄的查尔斯国王,顶着一头稀疏却精神异异的发丝,携手爱妻卡米拉重返公众视野,那份得意洋洋几乎让人忘了,不久之前,他还与凯特王妃一同站在癌症的阴霾之下。 这场看似公平的疾病之战,却在查尔斯身上展现出令人折舌的康复奇迹,不禁让人揣测,王室是否私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灵丹妙药。 查尔斯的康复速度之快,堪比春风吹过后的万物复苏,肿胀的手指悄然消退,关节灵活,活力四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凯特王妃, 他那只能依赖假发维持的昔日风采,和因病痛折磨而日益消瘦的身影,让人心疼不已。 王室的天空似乎对查尔斯格外眷顾,而凯特则承受着疾病的沉重打击,连复活节的团聚时光都无法享受,更别提孩子们探视的温暖慰藉了。 然而,正是这样的鲜明对比,让外界的目光更加敏锐。 查尔斯的快速康复与凯特的持续斗争,编织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让人不禁遐想连篇。 如果癌症真的对查尔斯手下留情,那王室的信誉何在? 威廉王子的临时接班,虽然尽显担当,但也难掩王室身处的动荡与不安。 外界对威廉即位的种种猜测,更像是一场对王室信任度的公开质问。 这场癌症疑云中,查尔斯似乎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病情,从舆论的风口浪尖转移到了同情的港湾,过往的风流运势也在公众的宽恕中渐渐淡去。 但代价,却是凯特王妃承受了不应有的忽视和误解。 威廉王子在重重压力下默默支撑,王室的光辉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楚与牺牲。 随着查尔斯国王高调出席赛马会,再到阅兵式上的风采再现,这位曾经饱受争议的老国王似乎正步入属于他的荣耀时刻。 然而,这一切的光鲜背后,是威廉王子欲发稀疏的头顶,和凯特王妃不屑的斗争。 在这场交织着权力、健康与人心的王室大戏中,每一个角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不为人知的悲欢离合。 与此同时,在6月2日,查尔斯任命大卫·贝克汉姆为国王基金会的新形象宣传大使。 为此,贝克汉姆还激动发了社交媒体以示感谢,各大媒体头版头条也报道了此事。 大卫·贝克汉姆被任命为国王基金会的新形象宣传大使。 David已于上个月在海格罗夫庄园和查尔斯三世进行了私人会面,两个人还分享养风心得。 查尔斯这是彻底放弃了哈里了。 要知道,这原本就是哈里工作的内容,因为哈里的叛逆,查尔斯宁可用一个外人也不用儿子了。 现在的查尔斯是想开了,在塔米拉的指示下,这对夫妻现在彻底放松了。 他们现在是王室戏台上的主角,也完全摆脱了戴安娜王妃留下的阴影。 早年间,戴安娜王妃的爆料彻底把他们定在了出轨的耻辱柱上,彻底黑化,成了反角。 现如今,经过卡米拉的铁手腕,历史已经翻篇,已经洗白的两个人享受着子民的朝拜。 查尔斯和卡米拉熬道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去世,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卡米拉掌控皇室,与媒体合作,打压威廉一家。 现在威廉和凯特,失去女王的庇护,负面传言满天飞,威廉和凯特三宝却淡出公众视野。 当年哈里也是负面信息,缠身而出走美国。 戴安娜的两个儿子也被卡米拉清除差不多了,不再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出来抢国王王后的精彩。 而戴妃的两个儿子也是智慧不足,也因为内斗,让卡米拉白白看了笑话,轻而易举就让他们土崩瓦解,不再团结。 而查尔斯国王的妹妹和弟弟也避而远之,担心受到祸害。 唯有不争不抢的安妮公主和爱德华王子还在兢兢业业地为王室工作着。 而安德鲁王子就没有那么好运了,自从最宠爱他的母亲女王去世后,没有人能再庇护他了。 而查尔斯再一次向他发出了驱逐令,让他从价值三千万的王室别墅搬出去,这令安德鲁十分地沮丧。 他整天待在黑暗的房间里看电视,拒绝大多数访客。 据5月31日英国《静报》报道,查尔斯国王在一再要求后,加大了对安德鲁王子的压力,要求他搬出皇家小屋,并希望他搬进梅根和哈里的老房子弗洛格莫尔小屋。 但由于安德鲁态度依旧强硬,查尔斯国王甚至以断绝关系为要挟了。 现在权力是他俩的,财产也是他俩的,卡米拉几乎每一次参加公务活动,都会解锁新的珠宝,每次都不重样。 这在女王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说好的夏洛特公主继承了所有的珠宝呢? 凯特和夏洛特公主就连在查尔斯加冕的时候,戴一顶王冠都做不到,已经说明王室真正的女主人和掌权人就是卡米拉,珠宝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卡米拉的手里了。 这个她是能在行的,她的曾曾外祖母爱丽丝在给当时的国王做情妇的时候,被馈赠了很多名贵的珠宝,珠宝多的,在她去世后,还把两箱珠宝遗忘在了银行里。 卡米拉结婚时候,戴的王冠就是爱丽丝传下来的,他们家有这个传统,以做国王的情妇为荣。 据报道,卡米拉已经将很多珠宝运到了宫外,传给了自己的子女。 卡米拉的子女在母亲和查尔斯的庇护下过得开开心心,一点负面新闻也没有,倒是像王室真正的主人。 而戴妃的亲骨肉,却丑闻缠身,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不得不佩服卡米拉的手段太高了。 时至今日,女王才过世短短一年多,王室已经乱成一锅粥,查尔斯和卡米拉霸气独占凹头,而其他人都靠边站。 与此同时,查尔斯和安德鲁王子之间的兄弟关系似乎已经达到了暴点。 多个报道称,查尔斯已经给予安德鲁一个最后通牒,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离开宽敞的皇家小屋,否则将面临完全被剥夺皇室支持的风险。 接近国王的消息人士表示,安德鲁长期居住在皇家小屋,却没有官方的皇室职责来证明他长时间停留的合理性,这是不恰当的。 皇家小屋有30个房间,确实是适合高级工作成员的宏伟住所。 但安德鲁在2019年因与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艾波斯坦的关联而暂停公共职责。 查尔斯认为,安德鲁继续占据皇家小屋是不适当的,考虑到他目前的非工作王室成员身份。 这给王室抹上了不利的阴影,而国王正努力将这个机构现代化,并在丑闻后提升其受损生育。 某种程度上,查尔斯已经失去了对安德鲁顽固地留在皇家小屋的耐心。 《泰晤士报》报道称,国王的一位朋友表示,查尔斯愿意通过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私人资源为安德鲁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但这种资金支持需要用于适合安德鲁身份的住所。 于是,佛罗格莫尔别墅就登场了,这是位于温莎城堡附近的五居室住宅,曾经是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在退出王室生活之前的住所。 考虑到皇家小屋每年的维护费用接近35万美元,加上全天候安保的费用,查尔斯的朋友指出,安德鲁在没有皇家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很可能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毕竟,他是一位无业的61岁人,没有自己的大额收入来源。 这一信息是清楚的,要么配合国王的意愿,要么面临被剥夺并自行承担安全、住宿和生活费用的财务困境。 这是兄弟之间无疑的冷酷信息。 但消息人士坚称,查尔斯必须划清界限,因为安德鲁正在利用他的皇室地位和家庭关系。 无人可以想象,在宫殿的墙壁后面,这个问题引发了多么紧张的对话。 虽然据报道,安德鲁仍然抵抗离开皇家小屋,但随着他面临越来越少的选择,压力正在加大。 这种僵局给王室带来了又一个公共关系挑战,而他们正在应对持续不断的丑闻。 虽然女王多年来巧妙地保护了安德鲁,但查尔斯似乎不愿再对此视而不见。 她在迄今为止的统治中将现代化机构作为核心,而安德鲁在皇家小屋里的长期滞留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安德鲁的自尊能否经受住他兄弟的压力战略,还有待观察。 但如果拒绝离开皇家小屋,时间可能不多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